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彩粉坦承在密教里面用彩粉做出来的坦承 叫做彩粉坦承 就是平面的 但是它内言外方 内言外方 视角形 本尊在中间 然后它的城墙 哪一尊布在哪里 各有各的坦承 我讲过剥叶光里面全部都是坦承 一尊一尊的坦承 剥叶光下降的时候 都是一尊一尊的坦承 这个彩粉坦承 这个必须要学习过 学习过你才能够绘制 彩粉坦承 日伯家坦承 就是凡字的坦承 凡字的坦承 这个像那个太厂界 金刚界的坦承 很多的凡日 每一个凡日都代表那一尊 哪一尊哪一尊 这是凡日的坦承 也就是法坦承 菩提心坦承 等于是你心计本身的坦承 你的心坦承 身体的坦承 圣意菩提心坦承 在悉空之中 圣意心 菩提心坦承 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出贯 彩粉坦承 得到第一个贯顶 这个凡日的坦承 二贯 三贯 菩提心坦承 圣意菩提心坦承 都代表一个阶级 一个阶级 到了菩提心坦承 你就开悟了 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 圣意两个字 就等于是开悟 你悟到那宇宙的真理 就是圣意 菩提心坦承 这个 是 是